大家好我是TYC館長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 薩達傳說王國之類中文典藏版 在曠野之期革慧六年之後薩達傳說終於出續集了 這個超級大作王國之類官方也是提前預購 並且在發售第一天就取得這個中文典藏版 這個取得還真是不容易 那我們就來開箱中文典藏版有哪些的內容以及它 提前預購會有哪些的特點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啦 首先呢他這個真的是非常的厚實 裡面有的內容這邊有寫 還有這個 薩達傳說王國之類的遊戲 還有這個遊戲卡盒是鐵盒規格的材質 那以及這個 鋼鐵材質的海報這蠻特別 還有鋼鐵材質的海報專用的磁石 還有別增徽章組合 還有最重要的這個就是他的 設定級 外觀真的是非常的大 後面有這個 加農跟薩達公主的圖像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裡面有哪些的內容 首先呢 他就是我們的Switch專用軟體了 那這是中文的 那這就是我們講這個鐵盒的 Witch遊戲卡盒 中間這個就是佐納屋文明的圖騰 後面是佐納屋跟 海莉亞公主 結婚的這個圖騰 裡面是 加農跟佐納屋大戰 下面這個的話是 他這個就是我們的四種徽章組合啊 每一個都有 薩達傳說王國之類的 名稱啊 那最重要的 就是這這個底部 王國之類的設定級 快速的翻擠讓大家看一下 林柯的造型設計 很多啊 這個 值得收藏 非常的 厚重的一本 很厚 真的很厚 最像這邊還有一個東西 很特別 我們鋼紙海報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好了 那下面有王國之類的這個Logo 到這裡有安全使用的 這個鋼紙 鋼紙材質海報 這個保護的很好 這個是磁石 就是有磁鐵的 背面是這樣 磁石可以直接 做現件 你看 吸住 有點力道 剛才海報 非常的美 真的很值得收藏 然後 它的內容物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預購還有送什麼呢 首先 預購呢 我們有送 炸打傳說王國之類的 多功能桌墊 這個我就沒有開箱了 但是看一下這個厚度 除非你這要當桌墊了 不然應該是不會打開吧 那第二個是炸打傳說王國之類的造型 相分釣卡 第三樣呢 這個叫做 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的限量鑰匙包 第四樣 這是薩爾達傳說 王國之類的 政劍套 好屌 上班的時候可以戴這個 當政劍套 大家都知道你是 薩爾達的粉絲 館長呢還有買 這一次的 amiibo 這個是 靈克 靈克使用這個神之力的造型 以往amiibo都會有一些 隱藏的道具啊 初期就可以讓你有一些 很厲害的武裝 或是一些 稀有的道具 以上就是這一次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中文典藏版的 開箱介紹 那這一次呢 預購特點呢有非常的多 而且都非常的超值 那這次amiibo也是非常的特別啊 那 過去所有的amiibo呢 都可以在這款遊戲上面來做使用 好那這一次的 遊戲發售啊真的是轟動全世界啊 有非常多的玩家 在半夜12點的時候 凌晨開賣呢就直接到現場去排隊 引起大排長龍的這樣子的一個景色 相信這款遊戲一定能夠再引起全世界大家 對薩爾達傳說 討論的熱度 或者是 這次的開箱介紹 如果你喜歡館長的影片 請記得幫忙 按讚 訂閱加分享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你才能夠在第一時間收到館長的各式影片的 上架通知哦 那館長還有其他影片可以觀看 你也可以繼續收看館長其他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拜拜